图中安培计跟电子的内电阻为零 这里的安培计 还有这个电子的内电阻都设为理想 等一般里面我们就理想的考虑的话 那现在问你通过安培计 通过安培计这里的电流是多少 那这里的安培 通过这里的电流是多少 很多同学 不会解这个题目的是说 他只会用欧武定律解电阻砖 两砖电压的时候电流是多少 而不会觉得这里他也会有电流 只是你没有电阻 它电流所带的能量不会损耗掉而已 有没有总老师的意思 所以你经过这个电路 像这里有电流啊 电流也会流过去啊 只是经过这一转 你可长可长 你会没有能量损失 这意义上这部也就是可以转的 OK 好这个意思 经过这里就不一样 它会有能量损失掉而已 所以有些同学能量损失在电压 V等ir 你就会算电流 可是有些同学老师正没有电线 没有电阻怎么算电流 其实没有电下还是有电流 比如说我这电流流出来这里是六安培六安培六安培 这线路上还是有电流啊 只是走的时候它能量没有损失而已 没有电位价 有能量损失就会有电位价 了解意思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问你 油均安培记这个电流是多少 那你叫问我电流怎么样 就是单位直接流过去的库了 没有办法解 那这里是什么 告诉我们是不是电路的现象 那油均这个电流是多少 有一些难 那么这里的线路上 你要怎么去解这流进这些电流 其实你也可以怎么解释 我们解电路的时候 就要解电路的电流怎么解 基本的就是什么 科技合资电力 你可以用科技合资电力 假设流过R1这个电流是I1 流过R2这个电流I2 然后再假设你要求的流过这个电流是I 怎么会是 或者I3也可以 然后你就可以假设这个是多少 依照科技合资电流的定律 有没有办法解释 好 然后这个也可以去假设出来 所以每一个线路的电流都有了 然后在这一站 第一站怎么样 在利用什么 是不是回路定则 OK 好 这个留给你自己去做 那你需要的话 等一下我可以给你参考 后面的解答 但是我再教你另外一个方式 有很多同学做了这个题目 忽略了一点 因为我这个PQ这一点中间是不是没有电阻 其实没有电阻就是相当于是不是这个线路可以自为 3跟6可以一直把怎么样 两个捏在一起是不是合在一起 对不对可以缩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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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是这里 是不是就可以弄歪一点 好 那这里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就可以自为是不是3欧姆跟6欧姆变连以后再来跑去跟这个2欧姆跟这个2欧姆变连 其实它并不是很复杂的线路在这边 好 所以就变成3欧姆跟6欧姆是变连 然后2欧姆跟欧姆变连 好 所以图形这个图形就变成好像是在这样的情况 这个上面这里 这里是3欧姆的 这里是我的6欧姆的 所以你的情况这接怪蛇是3欧姆6欧姆 这2欧姆2欧姆 OK 然后这两个是什么 这是变连 这两个又是什么 并连 这两个并连得到总结果是多少 我叫r1pran 所以叫r2pran 所以计算r1pran是什么 是不是3分之1加要导数吗 6分之1 所以得到r1pran这里r1pran是等于2 好 再来算这里的 这边也可以得到了 所以得到是怎么样 你的r2pran分之1会等于1分之2加2分之1 所以就可以算出来 我的r2pran是等于1 好 所以你这个算出来就算了 这两个就是什么 是不是你串联 一个是2欧姆 一个是1欧姆 对不对 所以总结组就会多少 是不是3欧姆 总结组3欧姆 你再来利用什么 看起来其实你用科技业乎一点是一样 就绕一圈的电压 那因为这很单纯的就只有一个电组 你这两端电压是12 所以这个也是12 用欧姆定律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总共是12 然后总结组 就这个结组两端就12分之2嘛 然后总结组是3欧姆 对不对 所以你i就会得到是4 了解意思吗 好 你得到的总电流流出来这个电流是4 再来怎么样 电流4欧姆Square 要分给它们两个 怎么分 分给3欧姆跟分给6欧姆怎么分 分给3欧姆跟分给6欧姆怎么分 是不是2比 所以电子是2比1 电流就会缓过来 对不对 就会变成1比2 所以分的时候 你3欧姆的会得到多少 总电流的3分之2 因为总电流是4 那等于 那6欧姆的会分到3分之1 总电流是4 所以分到3分之4 所以你分到电流是这样 那6合在一起分给它们两个 它们两个分别是一样 所以2欧姆的 你2欧姆的怎么分 2欧姆的分的时候 是不是分总电流的一半 它也是分总电流的一半 两个一样 OK 好 老师我们这样算出来干嘛呢 来 回来这里看 我们刚刚有算出来 流过R1的3欧姆的是多少 3欧姆的这个是多少 是不是3分之8 这是3分之8 那流过这里的是多少 流过这里的是多少 是不是3分之4 对不对 好 我又算出来流过这里是多少 流过这里是不是2 对不对 流过这里也是2 好 那问题这条线路会多少 我们依照客机合物的节点定的 你这一点节点定的会怎么样 从P点你会知道是怎么样 3分之8流进来 结果这里流出去2 那问题这里会流出来多少 是不是3分之2 依照我们客机合物的节点定的 你的3分之8 流进去的会整个流出来的2加上IA 对不对 所以这个IA就会得到是我们的3分之2 这样有问题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你也可以 所以我讲过你这个你也可以用客虚合物的方式去解看看 好 接下来 我们看 这是客虚合物的方式给你参考 你就假设I1 I2是I3的电流 然后每一个线路上就会得到这里依照节点定的就会得到假设这个电流了 然后再利用回路定则 回路定则你去取这个回路 还有这个回路 有没有怎么办 这一次 然后经过了电子元件的总电压变化 电压就是电位差 电位差就是你的电位的变化 总共加起来整个点 去列式子 列式子 两个回路 三个位置数 你再注意 你这回路里面 还要再经过一个回路 一个总回路也可以 你可以去解总回路 又再取一个这边的回路 小的这个回路也可以 你要取全部总回路也可以 我这里取的会有三个回路 那三个回路所经过的电子元件的电压变化 每一个电压注意正货 那个加起来一样 然后呢 解这三个独立式子 有位置数什么 I1 I2怎么样 I3 什么意思 你就可以解联力 就会得到 I3就是这一个的 就会等于三分之二 这是客气和物的方法 那我刚刚讲 这个可以当作你自己练习 我们前面有客气和物的几借题